自从Note7的爆炸门事件后三星在旗舰机的续航方面几乎就没有做过文章 无论是电池容量还是快充基础旗舰系列S和Note几乎都放弃了对于电池的开发 所以S8开始到现在电池相关的内容一直不是三星旗舰的卖点 但是在折服了两年后 今年的三星似乎准备好在电池方面 发力了现在有消息表示 三星Galaxy S10系列将会采用至少20万公里的有限快充 目前国产旗舰手机几乎标配18至22.5万 快充一些高配版机型更是上到30至50万 迫于竞争压力 三星提升快充功率的做法也就合情合理了 据悉Galaxy S10有望采用石墨锡电池技术 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充满电量 外形设计方面近日疑似Galaxy S10的正面迪照在网络中流传开来 采用Infinity O方案钻孔设计钻孔位置在屏幕右上角 孔径要比自家A8S上的更小双区面屏 以及上下边框更差作为对比 目前发布的打孔屏手机的打孔位置都是屏幕左上空 而S10在右上角打孔的辨识度还是挺高的配置方面 三星销网大陆的版本应该会搭载骁龙855移动平台无疑 目前Geekbench数据库出现了一组数据 一次骁龙855数据显示处理器单核成绩为3545 多核成绩为11157相比 骁龙845提升明显单核提升大约45%多核提升大约25% 与高通官方宣称提升45%的数据 以至基本可以断定这颗处理器就是骁龙855 在坚持了近两年的全市区面屏时候 今年三星S10系列 或迎来较为重大的外观升级 目前来看打孔全面屏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S10家还有可能采用前置双摄